请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同志们大家好 欢迎准备收看今天的稳超胜券节目 那当然这个大盘目前为止已经封关了 那封关的话这个中间 再经过九个交易日 马上就要新春开红盘了 那去年的事情就已经过去了 赚钱的 严老师恭喜你 那如果没有赚钱 今年要加把劲 要加把劲 那当然有人在LINE里面问严老师 老师你对于这个明年大盘的一个看法怎么样 严老师非常的乐观 我除了乐观以外 我还是跟你讲 我非常非常的乐观 那至于有人说老师 这个封关的行情 这个封关行情你现在已经看到了 那未来会不会有新春开红盘的行情 其实这个你要看趋势 只要出现多方控盘的一个形态的话 我相信这个行情 不管是新春开红盘 不管是行情进入到二月份 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其实非常多 那今天节目有个重点 我必须要告诉你 在新春开红盘的时候 你要先锁定 到底是全职股先涨 还是小型股先涨 一般人判定说老师 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 全职股它会先涨 因为这个新春开红盘 这个加旋指数要让它好看一点 所以这小型股的部分 可能会比较晚一点 但是我的看法 强的会越强 强的会越强 弱的可能新春开红盘 开的就不是很漂亮了 所以说投资人 要好好把握 这个金鼠年 其实这个鼠老鼠是架穷 鼠蛇的是偏充 那这两个生肖的 可能要去安个太岁 对不对 除了这两个生肖以外 那另外我要提到的 那今年比较旺的 这个生肖可能是落在后面 可能是属羊的 属鸡的 甚至是属猪的 这三个生肖的话 是比较占到一点财运 那女性的投资人 又比男性的投资人 在明年的一个运势上面 应该会比较好 这个就是所谓的流年 那股票市场也是讲流年 对不对 但是严老师 我相信在这过去一年当中 你长期收看老师节目的 包含严老师的会员 那都非常支持我 我这边利用个新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明年怎么样 一样可以在金属年发大财 这个就是严老师今年的看法 来注意到的 还是要跟你提醒一下 2020年 新春开红盘之后 你是先买被动元件 还是先买低论 还是注意到细晶元 还是有所谓的双题材的 其实我认为 这个新春开红盘 这个苹果概念股的部分 有所谓的双题材的 这是属于一个落后补涨的 这个地方你要注意 那低论的族群 你今天看到低论族群 这个爱普对不对 今天股价再创破断新高 这个广影的部分 上个礼拜涨停板创新高 今天怎么样 再度的大涨 3260的威刚也是一样 所以说低论的族群 在第一季里面 它可能是配角 这个还不是主角 真的你可以赚大钱 会落在双题材 双题材 里面包含苹果概念股 今天的苹果概念股 你注意到什么 2474的可乘 对不对 股价再创破断新高 甚至有一些新的题材的 15类股的 包含雅德克在内 包含上银在内 包含有些低位阶的 只要是15类股的话 你也都可以注意一下 就像我之前 我提醒全国的一个投资人 来 我说我跨年度 最强的代表作 就是这两档股票 当然 后面你验证了 验证了 我其实希望说 你能够在低档去布局 国际的部分可以买低一点 200多块钱 一路大涨到400多块钱 环球星的股价也是一样 在封关前 股价再创波段新高 其实这些资料 来包含景德跟国具 包含这个环球金 对不对 很多的资料你都可以事先拿到 但是我希望说 你拿到资料的同时 你是有办法去做出个布局 有办法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当然这个新春过年期间 阎老师要抢个好彩头 当然你今天收看到我们节目的 阎老师今天会送给各位一档股票 希望你去年不管是赚钱还是赔钱 那今年的话最少有个好的开始 抢头香 有个好的开始就能够赚得到钱 那今天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叫一五类股 对不对 这个叫亚德克 亚德克 趋势往上走都赚得到钱我知道 但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关键 关键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它未来的一个价值 如果说你看不到 你是没有办法赚得到钱的 如果说你看到了 你没有去做买进的动作 股价涨上去了 你一样在旁边看 这股价有时候你用看来 是赚不到钱的 但是亚德克涨那么多了 对不对 你希望去追吗 应该不会吧 亚德克今天收盘还上涨13块 股价来到520块 520块钱的股票 对不对 涨上去了应该都赚得到钱 我反而要提醒你 去留意那种低位接的 好不好 这个叫低位接的 这个叫2049上瘾 上瘾今天的收盘价 来到330.5元 上涨15块 今天股价再创波段性高 应该都赚得到钱 那如果说你问严老师 老师你对于上瘾的看法怎么样 我认为你操作上面 低档去敢买的人 拉回去买的人 今天收盘价 330.5元 你应该都赚得到钱 你应该都赚得到钱 那如果说你要问严老师 老师我封关钱要不要卖掉 卖掉就赚钱了啦 我知道啦 但是你卖掉了你要记得 有时候股票要拉回 要稍微的去做动作 好不好 当然我在节目里面讲那么多 我也不会说拿一张字卡出来跟你讲 说我们就赚钱了 对不对 严老师不会做这种事啦 因为我是一个有诚信的分析师啦 来 元月15号跟你讲上瘾 来 我说开盘价302块钱 你要不要去做动作 对不对 今天我们去讲今天好不好 今天的股价收盘价 收盘价来到330.5元 最高价来到336.5元 你如果问严老师 老师你到底有没有做 我今天拿证据给你看 没有关系 但是我不希望说你今天 看到我们节目啊 你自己去做任何的动作 这是我不乐意去看到的 但是关于我的会员啊 我非常乐意的 我在节目里面 我拿出来跟你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喜悦嘛 贵尼你知道吗 如果说打麻将自摸了 心情也是很高兴嘛 这个接龙 对不对 一条龙赚了大钱嘛 我相信你也很高兴嘛 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但是不要把股票当作是赌博啦 好不好 这个叫投资啦 但是这个买卖啊 一定要讲证据啦 这个叫是不是证据啊 这个是今天封关啦 今天封关1月20号 我们发了一通简讯啊 对不对 到上营 上营今天的股价在上涨7.5元的时候 我在9点07分 我告诉我的会员 这张股票的一个动作 当然这个收盘 盘中上涨7.5元嘛 收盘上涨多少 15.5元 对不对 从这边的话到这边的话还有7块钱 但是股票真的要卖吗 你回答我好不好 但是至少 你看到老师的节目你会发现 老师讲的跟做的完全一样 我们不会去虚伪啦 也不会去造假好不好 刚刚简讯给你看过了对不对 我认为你操作就要看趋势啦 有时候趋势对的股票 你就是要持股续报 你不需要怎么样 不需要去做所谓的卖出的动作啦 当然这个现在好像有点争议就是说 这个要不要这个报股啊 过年啊 我这个人看法其实非常简单 强的股票你千万不要卖 因为新春开宏盘 未来怎么样 往上的机会很大 当然你弱的股票一定要调节啊 因为在封关的时候 这个股价都没办法拉抬啊 代表这张股票很弱 所以说你要可能要先行做出个调节动作 好不好 这个就是颜老师的看法 好不好 那当然很多的股票 那你说今天的低论强不强 强啊 这个是12月18号的 18号的 17号跟你讲说什么 这个地方是不是个关键性的买点 你要不要去买我不知道啦 今天的广影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股价一样是开低啦 我不是说叫各位说一定要开低去买 至少今天啊 这个股价再上波段新高 有些股票你不见得说你一定要去动作 你这个地方你买不到了 你可以等拉回啊 股票操作其实很灵活 知道不到 但是只有一个原则啦 不希望各位去做出个追加的动作 那至少你在广影身上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钱嘛 只要有买的人应该都赚啊 应该都赚啊 应该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赔钱啊 因为股价创新高 对不对 那有人说老师啊 联军你怎么看 联军的股票我们在 封关前我们先卖掉 今天创新高啊 我今天在节目里面 我不会跟你讲说 创新高股票我都在 赔的股票都不在 不会啦 联军我就卖掉了嘛 我就认为说老师啊 我就赚钱了 赚钱我就先卖一趟都没关系啊 但是有些股票操作 我可能会报得很长哦 来注意了哦 这张股票对不对 我相信投资人对 印象都很深刻啦 为什么会很深刻 老师啊 我跟你说哦 这高股票哦 在低档区后都没有人讲啊 涨上去以后大家都在讲啦 我也有看到 但是哦 我不敢买 因为说哦 去太多了 去太多了啊 我不敢买 这个投资人今年有时候 错过这个赚钱的机会 就是因为怎么样 这股价有时候你低档区没有买 拉回的时候这个机会也很难得 股票在涨的时候 你就每天怕每天看每天看 看到最后 真的能够赚到大钱的人不多啦 不多啦真的啦 真的真的不多啦 那当然今年的代表作 有人说是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很好玩哦 真的很好玩哦 股价在低档区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认为它会涨 为什么 这地方看不出来啊 老师这三百多块钱的股票 你说它能够涨到什么地方 老师就看不出来啊 等到看出来的时候 大概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 对不对 老师这个地方涨三根涨太多了 结果呢 到五成 甚至翻倍的时候 头层开始后悔了 当时候我为什么没有去做动作 这资料哦 明明哦 对不对 我就是扫描QR Code嘛 留了一个电话 然后我拿到了这份资料 对不对 因为这份资料不用钱 他告诉严老师 老师这份资料不用钱啊 我只要去扫描QR Code 每一个人都看得到 好像这个价值也不是很高嘛 等到股票涨上去以后 他发现啊 这个价值哦 价值千金 价值万金 通通出来 这个有没有做 这个是12月12号的简讯啊 对不对 这个创波段新高的时候啊 要证明说你到底有没有做 其实非常简单 你把你的操作嘛 你把你的简讯内容告诉大家 你的会员在看节目 就跟现在一样 在看节目 你到底有没有做 麻烦你就直接面对你的会员 告诉你的会员 你到底有做还是没做嘛 其实操作就是这么样简单嘛 原相当然最近的股价创新高 对不对 来 看着看着这边对不对 你问我说老师你有没有做 我的回答很干脆 我的回答很干脆 来 我们一定有简讯告诉你啊 我们一定有简讯来告诉你 未来该怎么做 这样子会很困难吗 不会啦 不会啦 我认为这个叫神信啦 对不对 那当然今年不要引起市场轰动的 叫做被动元件对不对 对不对 那被动元件 选国巨 老师说国巨呢 国巨在这边 我相信当时候国巨在200块钱的时候 我跟你讲市场上 没有一个老师在讲的原因是什么 他不认为说被动元件今年会涨 所以就完全忽略到了这一块 等到被动元件涨上去的时候 市场里面开始认同了 开始认同了 大家就开始追价了 但是有人敢追 有人敢买 有人不敢追 也不敢买 默默的在旁边看 甚至有一些 这个老师去放空 放空赚得到钱 也老师恭喜你好不好 这种股票这么强的 从200块钱涨到400块钱的 你能够去放空 能够赚得到钱的 我要恭喜你啦 代表你真的很厉害啊 对不对 我认为还是做多好不好 比较保险啊 对不对 当然最近的被动元件拉回修正 你这个时候去放空的话 应该赚得到钱 但是你要小心哦 被动元件在年后 年后整理结束之后 我这边跟你先 对不对 会不会拉回修正以后再上 有时候股价短线回挡 并不代表走空哦 国具是这样子 对不对 华新科是这样子 国具我卖掉了哦 我先讲哦 我赚钱出哦 华新科我先卖一趟嘛 可以吧 和声堂呢 我也卖掉啦 我相信我的会员都在看电视 老师有没有诚信啊 他看节目就知道啦 我国具卖掉了 我华新科先卖一趟 我合成堂我卖掉了 但是过完年之后 我又要开始发动另外一波的 被动元件的一个操作 有没有事先讲有啊 我就敢公开的让你来验证 好不好 这个就是所谓的诚信 对不对 老师齐立新呢 齐立新也不错啊 但是你先卖一趟嘛 好不好 有时候股价 有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 也不大方便讲太多啦 但是你有任何问题的 有任何需求的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像之前我在节目里面 对不对 我把这个景德送给你啦 我相信不是高档区送给你的啦 一定是在低档区 请你去注意的 那景德的部分 这个对不对 会不会涨 对不对 拉回修正嘛 会不会涨你慢慢看 最近景德对不对 股价对不对 又开始动了 来 到底会不会涨你慢慢看 你慢慢看 这个叫基本面的一个消息啦 那今天收盘 景德上涨11块 股价来到340啦 那未来会不会涨 其实投资的朋友们 每天在看电视啦 真的都可以慢慢的 来做出一个验证的动作 那当然这个农历的一个过年 那中国人非常重视 严老师我也非常重视 今天我要给各位一个不一样 什么叫做不一样的 也就是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那只有限定在农历好不好 投资本人应该都知道严老师有两本著作 对不对 一本叫做开盘八坊 一盘一本叫做多空阴阳线 还有试卷DVD 投资很想要 想要没有关系啊 农历新年对不对 大家欢喜就好好不好 大家欢喜就好啦 元月份是严老师的生日 现在又在过年对不对 那严老师全力的来帮助大家 我先讲 你现在用手机来扫描我们的QR Code 前面十位的有后康的 前面十位 仅限于前面十位一定有后康的 跟我们助理商量一下 我也不知道说你要DVD 还是要讲义 还是要颜老师课程 我不知道 但是我有诚意 我的诚意在我的QR Code里面 在我的LINE里面 你现在赶快扫描QR Code 赶快加LINE 未来有哪一些股票都在里面 但是我们今天公司特别交代 元老师 这个他们加LINE的时候 你要跟他讲一下 名要留一个 你知道吗 电话要留一个 还有一个重要事情 操作资金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告诉我们 不然的话 你操作资金很大的 我们叫你买少了 对你怎么样 不礼貌 那你操作资金很小了 那我们叫你买太多了 这样对不对 就不好意思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在扫描QR Code的同时 麻烦你 一定要留下你的姓名 跟联络的方式 操作的资金顺便跟我们讲一下 那新春开红盘会长哪一支 不用猜 老师是低论 还是细晶元 还是今天很强的瓶盖 还是未来的被动元件 你不用猜 答案就在这边 答案就在这边 新春开红盘有哪一档股票 会大涨 这档股票叫做大红包 你现在赶快用手机来扫描QR Code 扫描成功之后 新春开红盘 直接看到你的LINE里面 就有一个大红包 我先讲 全新的标股 全新的 重装 重装 不是那种青装 全新的标股 重装 上阵 金属年 金属 这支大红包 来跟你报喜 对不对 严老师最大的诚意 你现在动作一定要快 对不对 因为新春开红盘了 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 来告诉你 我只有在所谓简讯里面 我只能在LINE里面 我直接的告诉你 对不对 新春开红盘 请记得大红包在里面 现在马上扫描QR Code 留下的姓名 联络的方式 操作的资金 严老师最大的诚意 机会难得 好好把握 打电话 进广告 轮原投股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悬谱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 9933 2321 9933 轮原投股年分析师 历经多次蜿蜒于空头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冻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积极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几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原投股智库专线 022321 9933 2321 9933 轮原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 9933 2321 9933 车怎么看的 你怎么看的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宝 1.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2.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3.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证 4.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5.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话译等就对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当然这个过年 颜老师一定要释出我最大的诚意 那金珠年是近十年来 这个一年里面涨幅最大 那明年金鼠年我认为 还是有些股票 它会一路长红 它会一路大涨 不是说不能去放空 放空时间点还没有到 你可能要等到2月以后 2月你知道吗 现在办公室又太早 这个对不对 太早的事情去做 没有任何意义啦 那颜老师现在还是偏多操作 偏多操作 我希望说我能够怎么样 帮助大家 好不好 就像之前 这个被动元件 这二线的滑融 这个每次拿出来讲 投资人就说 老师这个股票太飙了 这个股票太飙了 这种股票的话 买下去应该赚得到钱 但是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你能够买在起涨点 也颜老师恭喜你 但是你涨太多你不要去追啦 真的啦 有时候不要去追股价好不好 这个投资人也不是说看到电视 老师这支不错 我来做一下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因为我们卖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通知你啦 对不对 老师他低论的也很强耶 低论的最近涨的是这一支嘛 叫艾普 对不对 对不对 很强 今天艾普一样再创颇段新高啦 有时候股票操作看起来好像涨完了 好 可是有时候你慢慢看 你的想法上面可能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好 那其实去年的操作啦 过去的你就让它过去 去年操作好的老师攻击你嘛 那操作不好的赚不到钱的没有关系 好不好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从哪一档股票开始 从这一档股票开始好不好 它叫新春开红盘的大红包 这个大红包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要扫描我们QR Code 只要加烂 我们在新春开红盘的时候 我们就负责通知你 我们就会负责通知你 全新的标股 重装上阵 金属报喜 严老师今年最大的诚意 新春开红盘 第一档大红包 立即扫描QR Code 动作要快 新春开红盘 元月30号礼拜四 一定带你进场布局 麻烦各位立即的扫描 我们这档股票 扫描我们的QR Code 我们明天见 本部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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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击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营养化碳终结诊 能够讲提醒您 五万